罗马书第三章 那么,犹太人有什么优点呢? 各选又有什么好处呢? 从各方面来说,很多 首先,天主的神与世交托给了他们 他们中仅使有些人不信,又有什么关系呢? 难道他们的不信能使天主的忠信失效吗? 断乎不能 天主总是诚实的 众人虚诈不实正如经常所在 在你的言语上,你必显出正义 在你受审判时,你必获得胜利 但,如果有人说 我们的不义可将显天主的正义 那我们可说什么呢? 难道能说天主发怒惩罚事不宜吗? 这是我按族见说的 绝对不是 但是,如果天主不义,他将怎样审判世界呢? 如果天主的诚实可 我因我的虚诈愈发彰显出来,为使他获得荣耀 那么,为什么我还要被判为罪人呢? 为什么我们不去作恶,为得到善果呢? 有人说我们说过这样的话,为诽谤我们 这样的人被惩罚是你当的 那么,我们犹太人比爱帮人更好吗? 缺不是的 因为我们祖先已说过 不论是犹太人,或是希腊人,都在罪恶权势之下 正如经上所在 没有二人,连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明智人,没有沉迷天主的人 人人都离弃了正道,一同败坏了 没有一人行善,实在没有一个 他们的烟喉是躺开的坟墓 他们的舌头说出虚诈的言语 他们的伤唇下含有蛇毒 他们满口是咒言语毒语 他们的脚急于倾流人血 在他们的行径上只有游论与困苦 和平的道路,他们不认识 他们的眼中,没有敬畏天主之情 我们知道,凡法律所说的都是对那些属于法律的人说的 为堵塞众人的口,并使全世界都在天主前承认己罪 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因遵守法律而在他前承议 因为法律只能使人认识罪过 但是如今,天主的正义在法律之外已显示出来 法律和先知也为此作证 就是天主的正义,因对耶稣基督的信德 毫无区别地,刺给了凡信仰的人 因为所有的人都犯了罪,都失掉了天主的光荣 所以众人都因天主白白施级的恩宠 在耶稣基督内蒙救赎,成为义人 这耶稣即是天主公开立定 使他以自己的血,为信仰他的人作赎罪的 如此,天主显示了自己的正义 因为以前他因宽容放过了人的罪 为的是在今时显示自己的正义 叫人知道他是正义的 是使信仰耶稣的人成义的天主 既是这样,哪里还有可自夸之处? 绝对没有 因了什么制度而没有自夸之处呢? 是因法律上的功行吗? 不是的 是因信德的制度 因为我们认为人的诚意 是值信德而不在于进行法律 难道天主只是犹太人的天主吗? 不也是爱帮人的天主吗? 是的也是爱帮人的天主 因为天主只有一个 他使受割损的由于信德而成义 也使未受割损的凭信德而成义 那么我们就因信德而废了法律吗? 绝对不是 能吗? 能够吗? 我们想想要的方式 S baseline 以刻 因此 这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